通过本章内容你将学到 直播营销的整体设计 直播营销的目的分析 直播营销的基本方式 直播营销的方式选择 直播营销的策略组合 第二章第一节 五步法设计直播营销 一场直播活动看起来只是几个人对着镜头说是话而已 但背后都有着明确的营销设计 要么通过直播营销提升企业品牌形象 要么利用直播营销促进产品销量 将企业营销目的巧妙的设置在直播各个环节 这就是直播营销的整体设计 直播营销的整体设计主要包括五大环节 分别是整体思路 策划筹备 直播 执行 后期传播和效果总结 新媒体团队需要对每个环节进行策划 一个环节一个步骤 用五步法设计直播营销 确保其完整性和有效性 第一就是整体思路 直播营销的第一大环节是整体思路 在做营销方案之前 企业新媒体团队 必须先把整体思路理清 然后有目的有针对性的策划与执行 刚接触直播营销的新手容易进入一个误区 认为直播营销只不过是一场小活动而已 做好方案然后认真执行就够了 实际上如果没有整体思路的指导 直播营销很有可能只是好看好玩而已 并没有达到企业的营销目的 直播营销的整体思路设计需要包括三部分 即目的分析方式选择和策略组合 首先是目的分析 对企业而言 直播只是一种营销手段 因此企业直播营销 不能只是简单的线上才艺表演 或互联网游戏分享 而是需要综合产品特色 目标用户 营销目标 提炼出直播营销的目的 其次是方式选择 在确定直播目的后 企业新媒体团队需要在 颜值营销 明星营销 稀有营销 利太营销等方式中 选择其中一种或多种进行组合 最后是策略组合 方式选择完成后 企业需要对场景产品创意等模块进行组合 设计出最优的直播策略 二是策划筹备 直播营销的第二大环节是策划筹备 好的直播营销需要兵马未动 粮草先行 首先将直播营销方案 撰写完成 其次在直播开始前 将直播过程中用到的软硬件测试好 并尽可能降低失误度 防止因为筹备疏忽而引起不良的直播效果 为了确保直播当天的人气 新媒体运营团队还需要提前进行预热宣传 鼓励粉丝提前进入直播间 静后直播开场 第三点是直播执行 直播营销的第三大环节是直播执行 前期筹备是为了现场执行更流畅 因为从观众的角度 只能看到直播现场 无法感知前期的筹备 为了达到已经设定好的直播营销目的 主持人及现场工作人员 需要尽可能按照直播营销方案 将直播开场 直播互动 直播收尾等环节顺畅的推进 并确保直播的顺利完成 第四点是后期传播 直播营销的第四大环节是后期传播 直播结束并不意味着营销结束 新媒体运营团队 需要将直播涉及的图片文字视频等 继续通过互联网传播 让其抵达未观看现场直播的粉丝 让直播效果最大化 第五点是效果总结 直播营销的第五大环节是效果总结 直播后期传播完成后 新媒体团队需要进行复盘 一方面进行直播数据统计 并与直播前的营销目的做比较 判断直播效果 另一方面组织团队讨论 提炼出本场直播的经验与教训 做好团队经验备份 每一次直播营销结束后的总结与复盘 都可以作为新媒体团队的整体经验 为下一次直播营销提供优化依据或策划参考 需要强调的是 直播营销的第四大环节 后期传播与第五大环节效果总结 虽然都是在现场直播结束后进行的 但是作为直播的组织者 必须在直播开始前就做好两方面的准备 第一是提前设计数据收集路径 如淘宝店流量来源设置 网站分销链接生成 微信公众号后台问卷设置等 第二是要提前安排统计人员 不少直播网站后台的数据分析功能不够细化 因此一部分数据 比如不同时间段的人气情况 不同环节下的互动情况等 都需要人工统计便于后续分析 下面是一个案例分析 近年来双十一已经成为消费者心目中的购物狂欢节 2016年11月10日 京东与360花椒直播合作 策划了一场从早8点到晚8点共12小时的花椒直播秀 结合本节内容不难发现 本次直播完全基于上述 整体思路策划筹备 直播执行 后期传播 效果总结五道环境进行设计与推进 是一场非常成功的直播营销活动 首先是整体思路 策划一场直播活动需要把整体思路梳理清晰 因此本次活动中 从目的分析方式选择策略组合三个方面进行了思路梳理 首先是目的分析 京东双城在双十一期间想通过目前年轻人喜欢的有趣好玩的方式 吸引更多的用户眼球提高销售转化率 其次是方式选择 这场直播活动中 京东采取了颜值营销 与明星营销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营销 邀请了自带粉丝的 京东商城CEO刘强东 在花椒直播平台秀厨艺 同时宣传扶贫项目 以不一样的霸道CEO形象 拉动品牌升级 为了满足更多的粉丝需求 京东还邀请了许多萌明星 奉上了一场12小时明星好看 好听 好玩的直播秀 用不一样的明星聚会 引导消费者在京东购物 再次是策略组合 京东商城CEO刘强东 在直播做菜的过程中 边制作边宣传京东产品 为京东618引流 与此同时 明星直播主演表演的各个环节中 同样通过不同的互动形式 集中为京东商城引流 第二是策划筹备 策划这场直播前 京东就从前期市场 过期方案再到执行 整个过程都在为2016年11月10日的直播 做准备 方案核心根据年轻化消费群体的消费习惯 追求个性 以及对意见领袖的关注等一系列特点 设计好玩有趣的营销 采用直播这种新型营销形式 助力京东商城在双11电商大战中 吸引更多的用户眼球 提高销售转换率 达到品牌与效果兼顾的影响效果 第三是直播直行 第一步预热阶段 产品聚振聚合用户 360全透产品出镇京东花椒直播 凭借360导航 360浏览器 手机卫星等产品庞大的用户群 及海量的数据支持 为整体传播奠定基础 让京东花椒直播秀 未播鲜活 第二步是引爆阶段 霸道CEO 娱乐明星 网络红人旗上阵 服创按钮直接购买 促转化 首先是霸道CEO显文琴 自带粉丝的京东商城 CEO刘强东 在花椒直播平台秀厨一的同时 宣传服品项目 不一样的霸道CEO 拉动品牌升级 其次是明星聚会送惊喜 12小时明星不间断直播 风上好看好听 好玩的直播同时 不断深化京东双11的 简单一点 认真一点的购物理念 更有幸运观众可以体验 明星亲自上门送货 用不一样的明星聚会 引导消费者购物选京东 再次是网络红人与粉丝贴屏互动 40位网络红人主播与网友贴屏互动 抽奖送券发礼物的同时 讲述美妆测评等购物心得 极大的丰富了用户的购物参与感 用不一样的方式直接促进转换 接着是花椒直播专属礼物 定制深入沟通 针对京东双11定制专属虚拟礼物 直播间CART等 当用户送出礼物后 全直播间的用户可见 网络红人主播收到礼物后 可以多次口播 让京东双11活动深入人心 通过京东礼物的发送 也让用户充分参与到营销活动中 打造更具有互动感的营销体验 最后是京东浮窗按钮 直接购买提升转化 在花椒直播间增加京东的浮窗按钮 当直播节目激发用户购物激情时 用户可以直接通过左上方按钮 直达京东H5商城 实现直接下单 场景化的设置 使产品能够多维度 全方位的展示 更容易让用户接受 更易提高转换率 第三步 SNS推广 推播助澜 通过花椒直播的微信 微博及400家大众媒体同步跟踪报道 达到持续传播的效果 第四则是后期传播 后期传播中 京东与花椒主播在直播秀现场直播视频 具体可以在百度搜索京东双十一直播秀 来了解更多 第二章第二节 直播营销目的分析技巧 在任何一场直播营销都必须围绕直播目的展开 可以通过产品分析 用户分析 营销目标三个层面提炼 首先通过产品分析 树立出产品的优势与劣势 想方设法在文章上做文章 并尽量避免在直播平台暴露产品劣势 其次 借助用户分析挖掘出用户的需求 在直播策划时围绕直播需求设计 互动环节以及主持人的台词 再次 在企业自身年度或阅读目标中找到与直播最契合的关键点 企业的营销目标通常包括整体战略阶段性目标 市场目标销售目标等而新媒体团队无法只通过一场直播就完成所有的营销目标 因此需要在直播营销策划前找到企业营销目标的某个点 利用直播营销进行单点突破 完成以上产品用户目标三方面的梳理后 新媒体团队需要紧密围绕这三方面要素 将直播目的用简要的语言概括出来 如将A产品的B优势通过直播传达到C用户最终实现直播销售D1这样的形式 首先第一点是直播产品分析 直播活动的产品通常分为两大类 第一类是食物产品如护肤品手机衣服等 第二类是虚拟产品如软件音乐游戏等 对参与直播的产品经济分析 有利于理解产品价值并提炼产品优势 进而加深屏幕前观众对产品的认识 直播产品可以从产品形态与成分 产品功能与效果两个维度进行分析 产品形态与成分包括产品形状 产品尺寸 主要结构构成成分等 例如某款手机可能的优势 包括超大屏多种外壳颜色 陶瓷外壳等 再如同某款护肤品可能的优势 包括纯天然植物提炼 小体局便于携带等 产品功能与效果 包括产品口味 容量操作性能等 同样以手机和护肤品为例 某款手机可能的优势包括充电5分钟 通话2小时 也就是说电容量很大 人性化的操作系统 一键拍照 自动美颜等 再如某款护肤品 可能的优势包括美白细腻 抗衰老等 需要强调的是 在进行产品分析并提炼产品优势时 必须结合直播这一环境 不能脱离直播去进行常规产品分析 即在直播平台 这款产品有哪些优势 毕竟由于场景不同 同样的产品特点 在线下的优势可能会成为直播平台的劣势 下面课堂讨论 以下是同一款产品的同一特点 在哪些场景具备优势 在哪些场景具备劣势呢 举个例子 我们说手机超大屏 观看视频或在线聊天时 更清晰属于优势 而出门携带不便于放在口袋 这就属于劣势 那下面开始 首先是压薄腊味十足 第二个是 衣服面料超薄 第三个是酒店位于郊区 第四个是手动的汽车 新媒体团队在进行产品分析后 需要提炼出产品关键词 产品亮点 产品性格 在直播策划时将产品信息巧妙 直入直播环节 便于向直播观众传达 首先是产品关键词 产品关键词通常会出现在主播口播中 或直播道具上 因此需要三到五个简练的词概括产品 比如新款 卫衣红色等 其次是产品亮点 产品亮点通常会出现在 嘉宾试用分享 直播预热活动 直播后期发酵 因此需要将产品在直播场景的优势下进行提炼 再次是产品性格 产品性格需要与主持人或者嘉宾的人物设定 一致如主打呵护的女性护肤品可以邀请暖男明星 主打健康的婴儿用品可以邀请奥运冠军辣妈等 下面又是一个课堂讨论 以下产品 适合寻找哪类明星参与直播 第一种 主打快的电商平台 第二种 主打萌的少女服装 第三种 主打经典的怀旧电影 第四种 主打塑形的健身中心 第二是直播用户的分析 企业直播营销需要对用户进行分析 主要有两方面原因 一方面直播平台的可选择性强 不吸引用户注意力的直播会直接造成用户关闭窗口 选择观看其他直播 另一方面为了达到营销目的 新媒体团队必须想方设法 让用户按照主持人的引导去下单或分享 而巧妙的引导来自于对用户的分析与判断 用户分析主要有两部分组成 包括属性特征分析以及行为特征分析 第一点是用户属性特征分析 用户属性特征是用户分析的基础 而用户属性特征又包括固定属性 及可变属性 固定属性特征及伴随用户一生的固定标签 如男性 书生于北京 汉族等 可变属性特征 及短时间内有 短时间内用户保有的特定标签 未婚月收入5000元人民币左右 本科学历等 第二点是用户行为特征分析 策划一场好的直播营销 需要分析用户的行为特征 然后反向模拟用户行为路径 并在用户的每一步行为过程中设计营销卖点 此处的用户行为特征分析 特指直播场景下用户的行为特征 新媒体运营团队需要列出用户参与过程中 可能设计的一系列动作 因为每一个动作都会影响最终的营销效果 用户在互联网活跃的位置 会直接决定直播前期广告投放位置 新媒体团队必须将有限的资源投放在 用户出没较多的网站 用户的社会角色会直接决定直播稿的风格 对于60后70后80后90后及00后 通常会有不同的用词习惯及语言风格 有效的分析用户并有针对性的设计直播 有助于在直播过程中采取更好的沟通策略 从而达到期望的效果 第三是企业营销目标 直播营销目的必须结合 企业新媒体营销的整体目标 而企业的新媒体整体营销又必须依托于市场 企业的市场营销总目标 因此在进行直播营销目的分析时 必须结合企业自身的营销目标 在同一个直播平台 不同企业通常会有不同的营销目标 比如同一家企业在不同阶段 也会有不同的营销目标 因此与直播营销对应的企业营销目标 并非一成不变 新媒体团队在每次直播活动的策划前 都需要专门进行目的分析 尤其是结合企业自身的营销目标 否则一切设置只是在闭门造车 无法给企业带来实际效益 结合SMART原则 在梳理企业自身的营销目标时 要尽可能科学化 规范化 明确化 SMART原则不仅是为了 帮助新媒体团队成员 更加明确的高效工作 更是为了使企业新媒体负责人 对团队成员的工作有更清晰的认识 并对其工作结果的评判更公平公正 首先是具体 指目标切中特定的营销指标 如用直播营销提升口碑 就不是具体目标 而借助直播营销提升企业 大众点评新级京东店评价 及百度知道的好评则是具体的 其次是可度量 指目标是数量化或者行为化的 如利用直播实现销售额猛增 就不是可度量的目标 而是利用直播平台实现100万元销售额 这则是可度量的 再次是可实现 指目标在付出努力的情况下可以实现 避免设立过高或过低的目标 如上一次直播有3万人参加直播 这次将目标设定为100万人参加 就是可实现的 而5万人参加或7万人参加等提升2-3倍的目标 是可以实现的 接着是相关性 指目标是与新媒体工作的其他目标是相关联的 如新媒体部门本身就有网站运营 网店推广 微信公众号运营等职能 直播目标设置为网站流量24小时内提升80% 是有相关性的 而产品生产合格率有85%提升至90% 是没有相关性的 直播无法帮助生产部门提升合格率 最后是有实现 注重完成目标的特定期限 直播结束后 传播与发酵的时间通常不超过一周 其中80%左右的销量来自于直播当天 因此借助直播实现新品销售5万件是没有实现的 而直播结束48小时内新品销售5万件是有实现的 直播开始前需要将企业营销目标按照Smart原则准确的提炼出来 这样才能达到最佳的直播效果 下面是课堂讨论 对照Smart原则以下直播目标的表述有问题吗 如果有 请违背了哪几项原则 如果有 主要违背了哪几项原则 一 直播当天微信粉丝增长3000个 第二 直播网站粉丝过万 第三 用直播卖手机 第四 用直播提升生产效率 第五 借助直播提升产品人气 那么你认为这个表述是有问题的吗 如果说有的话 每一个表述它分别是违背了哪几项原则呢 第二章第三节 直播营销的期待方式 直播营销的基本方式 为了吸引网友观看直播 企业新媒体团队需要设计最吸引观众的直播 吸引点 并结合前期宣传覆盖更多网友 根据直播吸引点划分 直播营销等常见方式共七种 包括颜值营销 明星营销 稀有营销 利他营销 才艺营销 对比营销和采访营销 企业在设计直播方案前 需要根据营销目的 选择最佳的一种或几种营销方式 第一种是颜值营销 直播经济中 颜值就是生产率的说法 已经得到多次验证 颜值营销的主持人 多是帅气靓丽的男主播或女主播 高颜值的容貌 吸引着大量粉丝的围观与打赏 而大量粉丝围观带来的流量 正是能够为品牌方带来曝光量的主要指标 第二种是明星营销 明星经常会占据娱乐新闻头版 明星的一举一动都会受到粉丝的关注 因此当明星出现在直播中与粉丝互动时 会出现极热闹的直播场面 明星营销适用于预算较为充足的项目 在明星筛选方面 尽量在预算范围内寻找最贴合产品及消费者属性的明星进行合作 第三种是稀有营销 稀有营销适用于拥有独家信息渠道的企业 其包括独家冠名、知识版权、专利授权、唯一曲导方等 稀有产品往往备受消费者追捧 而在直播中 稀有营销不仅仅体现在直播尽头为观众带来的独特视角 更有助于利用稀有内容直接拉伸直播式人气 对于企业而言也是最佳的曝光机会 第四点是利他营销 直播中常见的利他行为主要是知识的分享和传播 旨在帮助用户提升生活技能或动手能力 与此同时 企业可以借助主持人或嘉宾的分享 传授关于产品使用技巧 分享生活知识等 利他营销主要适用于美妆或妇类及时装搭配类产品 如淘宝、主播、潮女、可可 经常使用某品牌的化妆品向观众展示化妆技巧 让观众学习美妆知识的同时增加产品曝光度 第五种是才艺营销 直播是才艺主播的展示舞台 无论主播是否有名气 只要才艺过硬都可以带来大量的粉丝围观 比如古针、钢琴、脱口秀等 通过直播可以获取大量该才艺领域的忠实粉丝 才艺营销适用于围绕才艺所使用的工具类产品 比如古针才艺表演需要使用古针 制造古针的企业则可以与有古针使用技能的直播达人合作 如花椒主播、琵琶小鲜小蜜 经常使用某品牌琵琶进行表演 第六种是对比营销 有对比就会有优劣之分 而消费者在进行购买时 往往会偏向于购买更具优势的产品 当消费者无法识别产品的优势时 企业可以通过与竞品或自身上一代产品的对比 直观暂时差异化 以增强产品说服力 例如王志如Ziller在测评手机时 经常会用iPhone作为参照标杆来测评手机的性能 第七种是采访营销 采访营销指主持人 采访名人嘉宾 路人专家等以互动的形式 通过他人的立场 阐述对产品的看法 采访名人嘉宾有助于增加观众对产品的好感 而采访路人 有利于拉近他人与观众之间的距离 增加信赖感 例如飞带户外直播 通过采访路人三分钟能借到钱吗 路人的表现让观众感同身受 进而有利于推广飞带的借贷服务 二是直播营销的方式选择 企业新媒体团队在选择直播营销方式时 需要从用户角度挑选或组合出最佳的直播营销模式 从互联网消费者心理上看 从初次接触某企业或某产品直到产生购买行为 通常会经历听说了解判断和下单四个过程 首先互联网消费者会在朋友圈 百度搜索等渠道 头一次听说某产品 接着会在其官网官方自媒体评团 平台进行充分了解 接下来会去问答平台 店铺评价区域进行分析判断 了解其他网友对此产品的评价 最后才是下单与付款 下面来到我们的课堂讨论 不少消费者已经将判断 作为下单前最重要的一环 其他网民的评价将直接影响自己的消费行为 在进行以下消费行为前 你又会通过哪些互联网渠道 去进行自己的判断呢 比如说在去饭店吃饭前 你可能会通过大众点评 百度指导或者相关的微博 去看你要不要去这家吃饭 那下面的这种情况 你又会因为什么 你又会做什么去进行的判断呢 第一种是淘宝店购买化妆品之前 第二种是看电影之前 第三种是购买畅销书之前 第四种是参加某在线课程之前 对应互联网消费者的以上四步呢 企业需要进行买雷工作 该工作是环环相扣的 在消费者可能会听说的 取到进行新品推荐 在消费者了解产品的平台重点描述产品 在消费者进行判断的平台优化口碑与评价 在消费者下单的平台设计台词及促销政策促进 订单的达成 因此相对应的企业直播营销的重点工作 即推新品 讲产品 提口碑 促销售 应对以上七种不同的直播营销方式呢 直播活动中的重点各有不同 颜值营销可以把推新品与讲产品作为直播重点 用颜值高的帅哥或美女进行新品展示 或产品的详细讲解 明星营销除产品外 其他三个重点都可以尝试 由于明星通常会引发粉丝 追星热 促销售可以作为重重之重来设计 与颜值销售不同 明星一般不会花太多的时间去了解产品性能 并对产品侃侃而谈 因此讲产品可以不作为明星营销的重点 稀有营销常会以发布会直播形式出现 现场可以展示新品 讲解现有产品 尤其是提升口碑 现场邀请粉丝谈感受 讲心得是在侧面对产品质量与品牌进行背书 利他营销与才艺营销的营销重点在推新品与促销售 通过现场展示或道具引申 向直播间观众展示新产品达到直播销售 对比营销的重点在于讲产品 通过对比突出产品差异化优势 从而让消费者对购买及使用更有信心 采访营销通常以室外采访居多 在对产品本身的展示与讲解较少 更多是通过被采访者之口说出产品的使用心得及感受 从而达到提口碑的作用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以上七种直播营销方式并不是相互独立的 将直播营销方式进行组合 可以强化营销重点达到1加1大于2的效果 下面是案例分析 2016年夏季礼约奥运会 奥运名人在开赛第一天便开始迅速升温 各大品牌纷纷邀请明星运动员或前奥运冠军参加直播 与常规的明星营销不同 一例采用了明星营销加颜值营销的混合方式 在强化产品口碑的同时提升了销量 在以往的明星选择上 企业往往考虑的是明星人气 只要够大牌就好 而一例却只将明星人气作为嘉宾选择的一个维度 其更看重的是明星本身气质与品牌形象的匹配度 也正是基于这个原则 一例的三场直播 明星嘉宾阵容一进曝光就让人眼前一亮 第一场是典型的颜值营销 在拜拜君脱脂奶新品上市中 一例选择了宁泽涛与YF作为直播主角 考虑到YF魔术师的身份 一例又在整场直播中加入了心灵探秘 隔空喝奶等大量魔术元素 又为运动员出身的宁海涛 量身定制了现场健身教学的环节 利用颜值加明星的组合顺利实现了较好又较做的直播目标 第二场具有出色表现力的麦克随 以讲产品为直播重点 生动而精准的诠释出了一例几款牛奶产品的不同特色 产品形象呼之欲出 第三场是一例精灵贯的直播 为一例代言的是冠军妈妈杜丽 据一例品牌方表示 选择杜丽是因为杜丽对奥运梦想的坚持 与精灵贯专注母乳研究是四年的坚持不谋而合 借助杜丽的爆碰人气 第三场直播将精灵贯的品牌精神顺利覆盖众多消费者 突出了提口碑促销售的营销重点 一例主办的这三场直播呢 共计超过十万用户观看超过三千万互动点赞 这也从侧面很好的印证了一例在直播营销的方式组合上取得的成功 第二章第四节直播营销的策略组合 在树立清楚直播目的并选择合适的直播方式后 企业新媒体团队需要设计直播营销的策略组合 直播营销的策略组合具有成上旗下的作用 一方面可以更好地将上述直播营销目的落地 另一方面便于下一步直播方案的制作 人物场景产品和创意四部分的综合效果会影响直播的整体效果 因此在设计直播营销的策略组合时 要注意这四部分的有机结合 借助人物场景产品可以组成万能的策略模板 即什么样的人也就是消费者在什么场所也就是销售渠道购买了该产品 该产品也就是我们在直播中展示的产品 并在什么场所也就是我们说的使用场景 使用后获得什么样的效果 这个效果指的就是产品功能及效果 而这个人物也就是消费者正在通过直播的形式 把以上环节展示给屏幕前的观众看 让更多的人知道或购买 从而来实现我们的直播目的 这个万能的策略模板在套用中并非必须保留每一个环节 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动态结合 但每一个环节都会对最终效果产生影响 例如发布会直播 某人也就是我们说的发发言人啦明星啦 首批产品体验者呀 正在发布会现场通过直播的形式 向大家展示使用该产品后 在什么方面有着什么样的效果或便利 这也就是我们说的使用场景及使用效果 理财知识分享直播 也就是我们某人也就是理财专家 正在家里或办公室这是他的办公场所 通过直播的形式向大家讲解理财的基本知识 就是这个时候这个理财的基本知识就是产品 然后还会给出一些理财建议 这个理财建议也是产品 关于理财产品方面 投资多少额度在多少时间内 获得多少收益 也就是我们的产品功能及效果 万能的直播策略组合优势 在于能够迅速在脑海中搭建一个直播模型 而除了人物场景产品外 产品外创意对直播效果的影响更为关键 趣味性内容的策划同样有章可循 利用放大产品的亮点或功效 通过直接展示或间接对比的方式 可以达到增加直播活动趣味性可看性目的 比如说一款高档手机采用了双向摄像头设计 且明确了推广产品为这款手机的双摄像头设计 能拍出更漂亮的产更漂亮的照片 可以策划户外运动直播秀 以突出在各场景下的摄影拍照都能够胜任 一款护肤品爆水霜 其成分特点是含水量特别高 能够保持皮肤水嫩 可以策划使用检验皮肤水分的仪器 通过数字直观的表现涂抹爆水霜 前后的数值对比 同时又策划了一瓶爆水霜涂在皮肤上 能够产生几克重量的水 来凸显这款产品含水量之高 一款手机其特点是大屏幕 那么就可以策划使用手机打乒乓球的环节等 下面是课堂讨论 你的学校打算进行一场直播 向高三毕业生展示学校实力 鼓励高三考生报考你的学校 那么参照本节出现的知识点 请设计直播营销的策略组合 请设计直播营销